中文字幕 李宗盛 為創作宜家宜居,外國人優先工作 生活環境,古臺的路線安慰到市長,希望將會的利益 六人叫修創途行宜工服務 最上不僅包括家庭類,需要類的宜工 也包含萊夫兄,救客的警察學生 六人叫修創途行宜工服務 為了落實我們黃偉哲市長希望家園的理念 我們勞工局其實辦了很多項首創的移工的一些服務 那現在是112年年底了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在今年度 有幫我們外籍移工夥伴們辦了一些相關服務 那有關家庭類的勞工安心計劃 其實就是會有我們的通義 以及我們的專業的護理師 直接到宅來提供移工的相關的一個家庭看護的技巧 來提升我們整個家庭的一個照護的職能 那我們從107年辦理到現在 在上個禮拜也辦理了相關的論壇 跟民眾分享相關的家庭照護資料以及我們的一些成果 那本的家庭類勞固安心計劃的精神呢 我們也在去年首創了一個產業類的勞固安心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就是由我們的職安位的人員 直接到移工的一個工作的場域 那看他的一個工作環境呢 那提醒他在工作上要注意的職業安全衛生的事項 那這個計劃呢一樣是同步服務外國人跟雇主的 那也是我們勞工局首創 那今年呢也服務了40幾個事業單位 大概兩三百位的一個移工夥伴們 那在職業安全衛生其實是一直我們很重視的部分 所以除了產業類勞固安心 我們其實也有跟我們的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辦理移工的職安體感的活動 那就是直接帶領我們的移工夥伴 去參加這個體感的一個訓練的一個課程 透過實際上訓練 來提升他們職業安全認知的一個人力 那此外呢我們也跟南區的健康服務中心 也辦理了一個外國人健康諮詢的一個服務 那就是由我們專業的醫生護理師以及通醫 直接到事業單位那邊 那提供移工的免費的健康諮詢 以及職場上如何預防一些職業病人等等的一些 健康的一些指導 那另外的部分呢我們也針對我們的外籍生 也是我們勞工局首創的 也就是境外生訪視關懷服務 我們也是聯合了我們內政部的移民署 會直接到學校或是他實習的企業 提供關懷訪視 那提醒他公讀啊或者是實習上的一些勞動權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那這是我們去端午節的時候 帶著喜憨河庇護工廠的一個粽子 去做學校的關懷訪視 那另外呢我們也透過辦理國際勞動力一家親的活動 帶著這些外籍生一起走訪我們台南的一些觀光景點 那他們可以在求學啊生活功讀都可以 融合我們台南在地的混亂 也保障他的勞動權益 路間叫王胜股局長表示 目前本市漁港人數 六萬三千八百十六人 撕驗漁港為四萬九千空七十一人 佔中漁港人數七十七% 社豪漁港為14千七百四十五人 佔中漁港人數二十三% 為何外國人安心債夫生工作 生活、提進餘工工作和生活服務是很重要的 1007年開辦到今天 家庭留個安心家的 服務近300多的家庭 禮頂禮拜11月17日 雅基班6生生股論壇 本家由佛理師出到這家服務主席 凡宜人員直接倒載提供服務 輔助於體型外籍 看佛工照顧智能 也偏偏因於醫院 隔合作性求婚 體型經過家庭生活和照顧的品質 以上是大伯門新聞滿佈的